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首相安华多次重复他打贪的这个坚决决心 那这两天的打贪行动看来是再度升级 这一次的力度也似乎逼近内阁 反弹会在过去48小时内 先后逮捕了人力资源部长西华古马身边的两名资深助理 那这是昨天逮捕了一名资深助理 今天又在抓了他的机要秘书 虽然反弹会还没有公布太多的细节 但根据了解被逮捕的人士涉嫌成立招聘外劳机构 想要从中捞取油水 那贪污的金额涉及高达9700万令吉 安华上台之后一直高喊打贪 那只不过之前反弹会动刀的对象呢 都是来自在野党的领袖 因此也遭到在野党指控政府在选择性检控 只是政治迫害的一个行动 但随着这两名部长的资深助理被捕 似乎传达了一个讯息 那不只是对付在野党领袖哦 即使当下部长身边的人也不会受到庇护 只要是涉贪的话也照样会被逮捕 通知部长法米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 反贪汇调查并逮捕西华古马的资深助理呢 证明了团结政府速贪的决心 首相安华是不会向任何被发现有违法行为的政府官员提供保护的 这些涉及的人士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他还说安华已经指示所有的部长严厉提醒官员不能够贪污 最重要自己也不要贪污 那他反贪污及彭当主义中心C4执行长普斯班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就表示 安华近期一连串的打贪行动 不管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一旦涉贪就对付 并不能代表他就是一视同仁 他提醒反贪汇本来就应该是独立运作的机构 并不需要听命于首相 那这只能够说明安华他没有插手干预反贪汇的调查工作 他认为大家常常会有这种这样的印象就是 每次有贪官被对付 这个就是首相安华的功劳 是安华的政绩 但其实这也间接地显示了公众对反贪汇的不信任 因为不管顶投上司是谁 反贪汇本来就应该依照证据及理据 开档调查所有的舞弊案件 最室理长在内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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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贪汇本来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 ärグ许多的 因为民族受保持的人特别 对政治和在权利率的政策 所以最后依然成立案 我们应该看来做政治的关系 还有它没有特别是 是总理是贪汇本来抿着 录汇本来抿着 或者是因为线线线的 所以厝端én 政府应该这样的决定 反弹五级彭党主义中心 C4执行长普斯班认为 反弹会作为独立机构 本来就应该依据证据办事 而非听命于首相或任何人 他认为反弹会之所以 面对信任危机 其中原因包括 虽然反弹会抓了很多大鱼 但都是来自反对党的领袖 即使有逮捕了团结政府的官员 但也都是些小人物 难免会让民众有不好的印象 质疑反弹会是否真的 独立行动 普斯班感叹 在全球是出了名 而且贪污情况已经深入各阶层 从官僚层面 学校层面 甚至百姓的日常生活 都存在贪污问题 他说贪腐问题越严重 社会要付出的无形成本就越高 而这些都会由人民来买单 每个人都会是腐败的受害者 质量的质量 是一种反弹的影响 无论如何 普斯班认为 随着如今朝野都有官员和领袖被逮捕 显示安华公正无偏袒 这将有助于凸显反弹会的独立性 但他认为这远远还不足够 要彻底让公众对反弹会有信任 反弹会需要做的是改革 包括不能够再隶属于首相署 而是应该直接向国会负责 我觉得最大的图片应该是 其实的改革 我们在行政设施有实施行 seleccion率地将派调判 上枪令人与本当不自身的肉体 会不会立即将派调行政策 把党的一个国家代表 让他们在党参加党的面对 这可能是一些东西 所谓的那种移动 就是让我们立即改革 参加党变成正在实施 along 那这次反贪会雷厉风行 两天内逮捕了部长的资深助理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就表示 那这个举动显示了安华打贪的决心 也传达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信息 那就是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调查 也同时驳斥了有关 执反贪会是在打压在野党的工具 则是选择性对付在野党的指控 在这些图案里我们看到 这些图案里的不算是从国家的国家 而是在这些图案里的国家 没有人被迫 这些证明的证明 那什么被决定的第十年代 是不算是在打贪会的选择 就像被打败 比较比较经济的经济 我们看到只有一些不同的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表示 安华政府现在的做法 有别于以往政府的做法 不只是选择性提供在野议员 连职制党成员或政府官员 也无一信免 而这样的打贪决心 能够让国家搏乱反正 避免政府机关形成 由下到上的贪污文化 最重要的是 是要求闭上的贪污文化 第一,最重要是 确保着贪污文化 不成为公司的贪污文化 不成为环境最深的贪污文化 到下到最高的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